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2020年庚子年 除了疫情在全球蔓延 那么中国的产业发展呢 特别是中国的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发展 也进入了多势之秋 呈现出了这个产业加大投资力度 那么政府加大政策力度 行业加大发展力度 高效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甚至呢 连猎头都加大了对台湾 对韩国半导体人才的这个挖人的力度 而作为咱们老百姓呢 也呈现出了这个一边绝望 一边希望 还有一边观望的多种复杂的情绪 看着华为一天一天的库存见底 没有芯片可以使用 那么也看着各地呢 大兴土木 各种类型的芯片工厂拔地而起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展 到底怎么样了呢 对吧 那么这其中会不会有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呢 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两个重要的案例 来说明这个商场如战场 很多事情别人做起来困难 我们做起来也一样 也一样非常困难 绝对不是呢 一厢情愿的事情 半导体行业也绝不是呢 这个靠洒钱 就能把这个事给轻松办成的 当然了 这个行业呢 也很花钱 没有钱呢 也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不是宣扬失败主义的论调 而是呢 通过在中国大陆的各地新建的各种芯片工厂 这其中呢 有两个不成功的案例呢 来正确的看待中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崛起之路 那么我个人看法呢 就是五个字 就是科学发展观 那么这两个案例呢 分别是武汉投资上千亿规模的芯片工厂 这个项目呢 现在停了 基本上摆在那里 那么光刻机呢 也被抵押给银行了 厂房呢 反正都是就基本的感觉像是要歇业了 这个事情呢 弄了一个 搞了一个这个烂尾楼的这个样子 那么成立的时间很短 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出现这样的烂尾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个案例呢 那就更加的彻底 那就是南京这个晶圆厂叫做德科马 突然宣布破产清算 同样呢 也是在短时间之内 烧光了上百亿的这个钱财 然后呢 一事无成 那么今天的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最近呢 这个台湾和美国一起做了一个发布会 那么发布呢 是关于所谓的五级宣言 那么明显呢 是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这个意味 非常浓厚 对于台湾 对于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 甚至是我们可以认为 对于韩国和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 和它的零组件的这个市场呢 所有的人都在都在这个瞄准 都在呢 这个所有的玩家吧 都在这个谨慎小心的来看待 看看要怎么调整自己的出玩牌嘛 对吧 出牌的顺序 或者调整自己的步伐 那么中国大陆呢 除了市场的优势之外 在纯粹的商业战场上呢 到底怎么去化险为夷 实在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否则呢 政府的投资 或者老百姓的血汗钱呢 恐怕就是一轮又一轮的 被这样胡乱投资呢 给消耗了啊 那么我们先说一说 武汉的这一个红星事件 根据武汉东西湖区的政府 在7月30号发布的 叫做上半年东西湖区投资建设领域 经济运行文件啊 运行分析这样的一个文件 披露 那么这个文件呢 现在已经被删除了 那么披露的内容呢 是投资上千亿的武汉 红星项目 运行近三年之后 因为存在较大的 这个资金的缺口呢 准备这个随时面临 就是没钱了啊 资金链 资金链断裂 这样的一个情况 红星半导体项目 目前基本上是停在那里 那么剩下的投资款呢 今年呢 也是难以完成申报啊 那么文件就指出呢 目前这个项目的 他第一期主要是呢 厂房 还有他的一些研发的 这个研发部门啊 基本上呢 现在在建 那么已经分顶完成 那么一期的生产线呢 主要是几百套的 这个设备呢 也在订购陆续的进厂 包括国内唯一能够生产 7纳米这个芯片的核心设备 就是荷兰的这个厂家 阿斯梅尔呢 他的高端的光刻机 也已经这个买好了 放在工厂里面 但是这个项目呢 现在存在非常大的资金的 缺口的压力 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 导致项目停摆的 这样一个风险 那么我们 他既然面临这样的困境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家企业啊 就是武汉红星 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呢 他是2017年的 11月份成立 总部嘛 当然就是位于武汉的 凌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那么公司的总经理呢 兼首席志气官 是大名鼎鼎的 讲这个奖上益啊 那么他是谁呢 他是在台湾的台积电啊 这个担任CTO啊 首席技术官 那么你想台积电对吧 在全球的半导体行业当中的分量 他能够在这里呢 做CTO 而且这个做了十几年啊 这个在台积电 那么可见他也是在 半导体行业里面呢 算是这个 数一数二的人物吧 在技术掌握上面 那么他同时呢 也是台积电的这个创始人 当中谋最为重视的研发人员之一 那么武汉红星呢 从人才梯队上来说呢 他汇聚了全球的这个半导体领域的人才吧 那么具备了14纳米和7纳米以下 节点工艺的这个技术的技术经验啊 那么这一块呢 看起来不错对吧 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台积电的这个CTO 也被挖过来 哎 好像呢 各种进展还挺好的 对吧 那没有想到呢 这个他的按照原来的计划都 列的都特别好 什么每个月能生产 14纳米的多少 7纳米的多少 什么时候 投入量产等等 那么曾经呢 这种这个公司呢 就是武汉红星呢 他一度呢 是2018年武汉单体最大的投资项目 那么这个半导体项目在武汉市 2020年的这个市集重重大的这个再建项目计划当中呢 位列第一啊 投资额呢 也是第一 对吧 看起来好像呢 一片一片前景一片光明 那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了 好像现在停摆了 项目搞不下去了呢 对不对 那么在2020年的5月20号 湖北啊 湖北发改委所印发的 就是湖北省2020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当中呢 已经没有武汉红星这样一个项目介绍了 已经没有罗列在里面了 那么自从2014年国务院出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钢要以来呢 那么其实不仅仅武汉 包括像上海啊 深圳啊 南京啊 南京我们等会会提到啊 那么他那个半导体厂呢 就更扯啊 直接呢 就是已经破产清算了啊 那么武汉红星呢 现在停在那里 那也许是因为资金还没到位 等会我们做介绍 那不管怎样呢 看起来他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吧 那么南京那个厂呢 已经破转清算 工资也不发了 反正就一塌糊涂 一地鸡毛啊 所以说呢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14年 国务院推出了一个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钢要 以来呢 那么全国的很多城市啊 从一线城市上海啊 深圳这些 那么到二三线城市啊 包括像南京武汉 合肥 成都 还有贵阳 很多个城市呢 都在重金布局啊 这个芯片行业 那么争取呢 国家的资源投入啊 虽然成立仅仅三年 就是武汉红星呢 他的这个 目前的麻烦呢 确实是比较大 那么首先第一呢 就是他的一期工程 这个工程款啊 都没有到位啊 工程款的话 目前还欠着这个 就是承包商吧 就给他盖 做建设的呀 盖房子呀 什么的 或者厂房建设 那么你连这个工程款 都没有到位 那那明显的就是没钱嘛 对吧 说投资这么多钱 那肯定是他的大股东 要么是他的某一个投资方 资金没有到位啊 那么2019年的11月份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纸明示裁定书 查分武汉红星半导体制造 有限公司300多亩的土地使用权 那么查分期限呢 是三年并立即执行 那么项目总规划用地是636亩 这一次查分呢 就一半的土地使用权就被查分了 那么2020年的第一季和第二季之间呢 武汉红星是处在搬入机器设备 这样的一个阶段 买的这个设备嘛 那么已经入厂房的设备呢 主要是以光刻机为主 前面我们介绍啊 像荷兰的这个7纳米的光刻机呢 已经买好了 放在厂房里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啊 中芯国际都没有买到 对吧 他竟然买到了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一些这个途径啊 那么不管怎样吧 这些呢 本来呢 这些厂房盖好的设备进入进来呢 应该要开始啊 做这个设备的调试啊 生产线的磨合啊 然后呢 集中的进行生产之前的各种研发和测试啊 但是呢 这一下子又搞了个疫情 武汉又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对吧 所以整个就也影响到了他整个项目的推进 而且呢 他现在的啊 就是他的科技 因为这个这种工厂呢 他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呢 蛮高的 所以呢 他现在招了很多科技人员呢 也没招到位 你想这个时候怎么招人呢 对吧 国内这种人才本来就不多 从日本韩国挖或者台湾挖 挖过来的人到大陆这边来 你现在疫情期间啊 人员往来也不方便 而且呢 来了可能还要隔离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呢 人员也不到位 资金不到位 人员不到位 设备调试不到位 土地被抵押掉一半 对吧 钱也没没到位 你说怎么办 那这个事情呢 就被黄在那里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标题里面 说呢 这个项目呢 是停摆在那里 我们现在不能说他就死掉了 但是呢 这个项目的明显已经困难重重 停在那里 2020年的6月 这个就有传闻说这个奖上益呢 已经就是开始代工 就是说 不是呢 很很积极了啊 就是门声退役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投资设备各方面的都不到位 那么运营呢 非常困难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呢 资金缺口也堵不上去 可能呢 就是一个 这个烂尾楼的半导体项目 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随着武汉 那么随着武汉红星这个项目陷入目前的这样困境 停摆的困境呢 中国地方政府啊 或者是各地的这个投资机构呢 那么造芯片的这样一个火热和隐患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目前像这样的中国这个到处撒钱盖芯片工厂的模式 对于中国打破半导体的困境 到底是利还是弊呢 对吧 我看呢 这里面恐怕是好坏参半 毁育这个这个参半 那么有好处 显然呢 也有很多的负面的坏处在里面 那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这个SEMI 他的一份报告里面就指出呢 2020年到2021年 就是这接下来这一年吧 那么中国将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新建 或再建的 或者计划建设的芯片工厂 那么预计呢 将在芯片制造设备支出方面超过其他国家 那么就是说 许多新兴的半导体项目 像全新 还有红新这些呢 都是地方政府的支持 那么武汉呢 也在打造所谓的芯片屏幕 对吧 端到端的这个解决方案 或者是呢 还有网络建设 那么包括5G各种 他的这个所谓的打造一个叫做 万亿的规模的产业集群 那么其中一个比较知名的 可能大家也听说过 叫长江存储 那么长江存储 现在已经实现了32层 64层的这个 他的存储芯片的量产 128层呢 也已经研发成功 那么这个长江存储 他的存储芯片的研究呢 和三星这些国际的巨头呢 他的代差呢 缩短了 缩短到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 所以呢 这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吧 那么依托于长江存储的 这个成功的案例呢 武汉已经 现在已经聚集了 芯片企业是100多家 那包括风火科技啊 风火科技 我有好多同学在里面 风火科技做这种光通信啊 这个骨干通信网络啊 好像还挺厉害的 那么我的同学 大多数在里面就是做硬件 做芯片的 他们不是设计芯片了 他们就把芯片拿过来 做这种通讯解决方案的啊 那么包括我这题外话了 那包括在武汉 像这个孟芯科技啊 还有星动科技啊 这些几十家的本土的企业 那么形成了以这种 存储芯片 光电子芯片 红外芯片 物量网芯片等等 反正各种各样的芯片吧 搞了一个国家级的芯片的 这个产业基地 对吧 那么不管怎样吧 就是说看起来 政府的规划都很宏大 但是红星 号称投资千亿规模的 这样一个芯片厂 连SMA的这个光刻机 都已经买到位了 但是现在才停摆在那里了 那我想呢 这里面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疫情的影响以外 恐怕呢 在资金呀 结构呀 结构设计呀 这么政府的 政府的整体的这个运作呢 项目的支持 我想很多方面吧 包括人才够不够 可能是缺少科学的规划 那么这个呢 造成了目前的 这样一个困境 如果台积电的CTO 对吧 蒋商银先生呢 他就看着没希望了 拍拍屁股走人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项目呢 估计也就是失败了 估计失败了 也没有人才 你光有再多钱 再有设备也没用 何况你现在连钱也没到位 对吧 那不管怎样吧 就在这个 除了这个武汉红星以外呢 就在前面前段时间不久 那么号称投资百亿的 这个德科马芯片厂 领滞失败 那么南京德科马 就停摆超过半年之后 最终提交破产申请 破产清算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 一开始说的 南京的芯片厂 已经破产清算了 南京政府在这个项目上呢 是投入了将近4亿元的人民币 那么很少有社会资本 对它进行投资 那么位于 淮安的 这个德怀半导体项目 同样因为社会 融资失败 最终呢 处于半休克的状态 那么根据报道呢 整个的德怀半导体 它的整个项目呢 是在 淮安政府2020年工作报告当中 已经被除名了 而且呢 已经被踢出了 江苏省2020年的 重大项目的名单 就是说 不行了嘛 对吧 挂掉了 还有什么重大项目 那么基本上就是 放弃治疗 那么任由自身毁灭 社会融资 钱也不到位 政府投了几个亿 就当摸摸鼻子 打水漂了 其实这个有点不负责任了 说实话 这都老百姓的纳税钱 对吧 那么对于陷入窘境的半导体项目呢 一些业内人士就表示呢 其实也不惊讶啊 太盲目 那么当地这个多个地方呢 当前呢 多个地方呢 这个一窝分的搞项目上嘛 反正呢 拍拍脑袋就上了 钱不缺 中国很多做生意的 就一拍脑袋 决策 对吧 然后呢 一拍大腿 说这个开干 对吧 一拍屁股 走人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那么 一旦呢 像这种大型的项目呢 一旦后续的资金 接不上的话 那最终的结局 就只能是关门 那没办法 对吧 对于动辄这种上百亿的 半导体投资项目呢 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模式 也听起来呢 看起来是OK的 也比较容易理解 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的话 你让这些投行专业的投资机构 去把钱砸进去呢 还是很难的啊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像合肥引入京东方 引入其他的一些啊 这个做存储芯片啊 各方面的成功的模式 甚至包括像合肥 引入了这个电动汽车的项目的话 那么我想合肥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了 但是很多其他地方的很多项目的烂尾的 的确也不是少数啊 2015年11月27号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德科马 他搞的一个叫做CMOS CMOS这个图像传感器芯片 那么产业园项目呢 就落户到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啊 这个就签约了啊 那么总投资呢 号称25亿美元啊 这个是一说出来都这都很大的 25亿美元你乘以 呃人民币你就算乘以7吧 那么也是25乘以7的话 是5457算是170多亿啊 人民币对吧 那么到了2016年的6月8号 项目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呢 又宣布总的投资额度 已经达到30亿美元 那么资金呢 金额和南京当年 这个三月签约的台积电项目 体量呢就相当了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台湾的台积电 在南京是有一个芯片厂的啊 那么在当地的媒体报道当中呢 这个建成之后会填补中国的 这个这个CIS芯片的产业空白 那么弥补南京电子信息产业 缺少芯片不足的这个情况 而且要填补国内相关产业空白 等等非常多啊 中国就是很多创业者呢 喜欢说大话吹牛啊 那么讲这么多 一美之词对吧 那么都被放到这个项目上面来啊 那么根据之前的规划呢 他整个项目分成啊 分是分期建设 那么一期项目是一座 这个八八寸的晶圆厂啊 像还有什么电源管理芯片呀 危机电的这个系统级芯片 规划非常高大上 而且非常全面啊 还要搞什么分测工厂 还要搞制造厂 还要搞科研设计中心 IC设计企业与配套生活区啊 等等反正呢 就是说这个说的呢 这个高大权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干啊 看起来呢 好像什么都行 也不缺钱 也不缺政府支持 好像能力呢 天下无敌 什么都干得来 对吧 那么这个项目 所谓的Dekama这个项目呢 就被寄予了厚望啊 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之下呢 那么Dekama项目 似乎只缺厂房 什么都搞定了 什么都准备好了 有厂房马上开工 马上生产 马上呢就能够成功 看起来会一帆分顺 但是很快呢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很多事情呢 听起来很美好的东西呢 一般都是很假的啊 那么问题 当然首先会出在钱上面了 资金链上出问题 那么本身呢 他又没有融资能力 就会吹牛 对吧 外面的专业投资机构 哪那么容易被忽悠 好了 没有钱 那么怎么办呢 就依赖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 所以呢 他就 那么当地政府也不是傻子呀 我可以支持你一点 但是你老是没资金的话 你老是扔不到钱 那本身 可能你这个项目本身的话 或者你这个能力 本来就有问题了 对吧 那么他也不会 一直的支持你的 所以呢 这个Dekama的项目呢 就是匆匆上马 然后呢 就是迅速落马 也就呢 这个迅速烂尾了 那么2016年的5月 德科马动工 2016年年底大规模招人 那么并且呢 这个招人 在招到100多个人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那么早期运营资金 靠政府 后来呢 什么厂房费用呀 各种费用啊 都已经付不出来 而且的话 已经就是说 连这种员工的工资 都已经付不起 到了2017年的9月份 最后呢 付不起工资怎么办呢 中间政府有帮他 解决一些员工工资的问题 那么到2019年的5月份呢 这个德科马呢 就发布了 等同于破产公告的 叫做全体休假的通知 那么 德科马这个公司的 他的这种一系列的做法呢 坦白讲 呃 事后看起来的话 是有很多的投机的行为 那么这些投机的行为 究竟给 我们刚刚讲 南京政府呀 淮安政府呀 或者是江苏省政府 带来了多少的经济损失呢 还有这些人 他吹过的这些牛 对吧 那么对于中国半导体芯片 突破封锁 这些眼巴巴的 期待着的这些支持者们 那么是何等的讽刺啊 但我们现在说这么多呢 有点事后诸葛亮的这个味道 就是说 你看吧 他不行 他怎么怎么样了 对吧 缺资金了 然后吹牛了 怎么怎么的 呃 有的时候做事情就是这样吧 创业嘛 成王败寇啊 那当然了 你如果真做成了 你可能就 对吧 你就是厉害 你就是老大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总还是要反思的嘛 你为什么失败 总是要 总要做一些反思 不然这个都是老百姓的 政府投资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 你如果掏自己口袋 你怎么吹牛 那是你的 对吧 你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么这个政府投资呢 政府你说多懂这东西呢 也很难说 他们有专家顾问团队 但是你说就一定非常的懂嘛 有的时候 可能这个 为了国家资源投入呀 国家也支持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 仓促上马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东西呢 还是回到我今天讲的主题 五个字 科学发展观 非常重要 不能乱搞 对吧 那么南京政府呢 在这个上面 上面投了四亿元人民币 社会投资的很少 那么曾经一度宣称的 什么 什么 社会融资三十亿美元呀 等等 和台积电的体量相当呀 等等这种说法呢 最终呢 也都是 那个 这个 这个破产收场 也就不谈了 对吧 也就没有这回事了 通通变成了 涂抹心子 吹吹牛就过去了 那么我们上面讲的 这两个负面的案例呢 很大程度上 都是有着虎头蛇尾 暴露了呢 这个 这个干净十足 一开始的时候呢 干净十足 对吧 要搞搞事情 要干事业 但是结尾的时候呢 后劲不足这个问题 也许半导体行业 创业呢 困难 本身呢 就是对这个估计不足吧 也许是呢 政府产业界的 它的结构设计不好 或者是呢 人才的 这个资金产业基础 不完善 甚至说 甚至可以说 是今年的疫情的影响 理由 你可以说出很多 但是呢 失败了 就是失败了 那么我 我个人呢 总结下来呢 就是有这么几个看法吧 那么第一呢 就是 这个半导体芯片呢 它必须是 全国一盘棋 那么在中国目前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现在不要跟我谈 什么市场啊 技术竞争啊 什么市场经济啊 靠竞争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但中国它现在 它整个经济体制 经济的运转的模式 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么中国半导体芯片 如果现在还要想突破 必须是全国一盘棋了 这个时候不能再 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本来中国的人才 就没有那么的集中 在这方面的人才还是少的 现在争共人口多 对吧 那么 全国一盘棋 就是发挥 举国体制的优势 集中资金 集中技术 集中人才 集中所有的力量和政策呢 全方位的 这个主攻 核心的关键点 那么在早期 孵化阶段呢 就是不能 过度的市场化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 作为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划 我目前看起来呢 也是往这个方向在走 我个人认为呢 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树立典型和标杆 那么不行的呢 就尽早淘汰 对吧 这个事情呢 不能仅仅停在PPT上 纸上面写的再好看 没有用 对吧 你们这个不行的项目呢 就尽早淘汰 否则呢 会造成什么呀 大家都在盖厂房 重复投资 但是关键技术呢 又没有人去攻克 中国就擅长了 很多企业擅长做这种 重复性的事情 你会修马路 他也学会修马路了 你看迅速的 就是修了很多马路出来 你这个开发商会盖房子 他也会盖房子 你就会发现 很快呢 就盖了一大堆的房子出来 但是呢 这个说 最这个最难的那一部分呢 反正就是真的去搞的人呢 恐怕没那么多 对吧 那么这里面就要找到 真正能够攻坚克难的 典型企业 标杆企业 那么不行的呢 就找淘汰 目前在国内呢 像我个人的看法呢 包括这个科创板 对他的支持啊 国家的支持啊 人才的支持啊 金融板块的支持 像中芯国际 对吧 像华红半导体 像紫光集团 那么这些 首先这些企业呢 都已经在市场上 打拼很多年了 我们现在不要嫌弃 他好像什么 一动不动就跟台积电比 跟三星半导体比 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去比 你这个有什么好比的呢 差太远了 比什么呢 对不对 那么你就把眼前 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最多跟台湾的联电比一比 反正大家规模差不多 都在14纳米这个级别 那么可以去 可能客户类型也差不多 那么呢 打市场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经常也见面 对吧 那么在这样的企业 立足现在的我的这个能力 我刚刚讲这三家企业 华红半导体 紫光集团 还有这个中芯国际呢 他们已经有了客户 有了自己的营收来源 就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一个循环 那么和你现在 再去盖楼盖房子 盖厂房呢 已经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对这些企业的话 我觉得呢 去加大力度做支持 那么 他有一定的市场 和产业合作的基础 政府呢 再去给他支持 给他政策 那么这样呢 会有利于头部 取得一个突破 他就像一把尖刀一样 先把核心技术攻克了 等他攻克了之后 你其他的企业 去模仿的也罢 或者是去这个学习的也罢 你才有机会出了成功 否则你这关键技术 没有攻克的话 你其他的 大家做的都一样的事情 就像我刚讲呢 就盖房子修 盖房子修马路 都一样的事情 做到最后都是 我没有攻克机 我工艺不行 制成不行 良品率不行 都讲这些东西 那到头来 不还是一堆烂尾楼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说 除了我刚讲这几家公司呢 那么其他类型的公司呢 在投资方面 特别是在政府投资方面 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最重要的就是把困难呢 要估计的充分一些 芯片的生产 和开发一个 我们的互联网的什么APP 它唯一的相同点 你可以认为 都是科技行业 但是在难度人才 人才的需求 这个科研的 科研的这个程度 完全不同 这个不能盲目投资 不能这个一拍脑袋就投资 然后呢 一拍大腿就 这个一斤 哎呀 我怎么没考虑到 一拍屁股就走人 那么这个呢 就很不负责任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说 牢牢把握住呢 所谓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今天我这个 讲了很多次这个东西了 那么 这个理念呢 作为一个指导 那高科技行业呢 就是讲科技的地方 一丝一毫的误差 最终都会 以失败告终 不能够倒降糊 就比如说 量品率 而且大家都说 这个物理极限 什么两纳米 三纳米 对吧 那都是头发死了 几千分之一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你说 就没有什么 不能打马虎的 就是该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必须要什么 精益求精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 投资创业 和我们原来的 所了解的 传统行业的 所谓的投资的 冒险精神呢 其实 我个人的理解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们以前 做传统行业的时候 其实你说 要有冒险精神 对吧 敢干勤奋 我肯定能不能干出来 这有什么 对不对 你比如一般性的 这个生产型企业 或者销售型企业 甚至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 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那么大家都有冒险精神 你说这个大众点评 美团 不就是订餐吗 叫车吗 这些东西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 这个 这个关键的核心 技术需要功课的 但是半导体行业 不是这样的 它你不能光是 只有勇气 只有这种冒险精神 去开干的 它还是要从源头上 就要把这个整体的规划 还是要 讲白了 要靠谱 要靠谱 不靠谱的话 到后面的问题 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今天 我们除了上面 讲的两个案例 其实像现在的 日本 韩国 包括台湾 美国 这些传统的半导体 供应链 它的实力 还是很强的 那么 他们也在做 各种各样的调整 对吧 你看美国 现在围堵中国 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 要崛起 要发展 那么他们怎么去调整 他们想着 我不能把我的市场丢掉 别人也不是傻瓜 商场如战场 今天我的标题 是这样讲 商场如战场的话 大家都在想着 这个仗怎么打 也不仅仅是咱们 对吧 人家也在想着 所以对于这个 我们不能把头 埋在沙子里 例如像最近 美国又拉拢台湾 搞什么5G大联盟 那么在26号的时候 他们就发布了 所谓的5G安全共同宣言 那么这个讲白了 不就是意识形态吗 把矛头指向 中国大陆的华为和中心 对吧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是明摆在桌面上面的 那么时间原因呢 这个5G什么 安全共同宣言呢 这个事情呢 我就不展开说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去网络上面查一查 那么针对 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投资 和产业发展 我们必须也要说 中国现在有很多企业 也在奋力前行 也很努力 对吧 另外呢 创业家的冒险精神呢 也还是要给他们鼓励 还是这个 还是呢 付出了很多 但是这过程中 所犯的错误 或者说呢 有些考虑不知道的地方 那么没有用很科学的态度 和观点 来去这个做这种 这个行业的发展呢 或者创投资的话 那么我觉得呢 也是需要及时的去纠正 及时的去反思 这样子呢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呢 才有机会 真的能够崛起起来 那么对此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欢迎大家呢 给我留言讨论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